最近有港媒放风称,北京当局将成立一个超级外交机构,同管对外经贸、外交、和台港澳桥事务 有分析指王岐山复出后交统领这个超级外事机构 同时,海外观察人士也注意到,中共两会上一些特殊的记下一次暗合了港澳台江合并办公的传闻 香港《星岛日报》3月6日报道称,北京当局将成立一个类似中央外事委员会的超级外事机构 统一领导和协调内交,对外经贸和台港澳桥事务 同一天,多维则发文放风称,中共两会上出现的迹象显示 未来港澳事务或将不再由中共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分管 而王岐山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后,台港澳事务都将交由王岐山来分管负责 文章援引观察人士表示,在中共两会上,即将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 并未出席3月4日举行的港澳政协委员联组会议 即将主持人大工作的栗战书也未出席3月6日举行的香港代表团全体会议 这说明未来负责香港,澳门事务的官员人选仍有变数 未来港澳事务或将不再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分管 观察人士并指出,在3月3日的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报告中 有关香港未来工作建议的陈述,罕见把涉台、涉港澳、涉桥的展望部分 合并在一起,暗合了稍早前海外传出的有关台港澳办公室将合并办公的传闻 这次两会后,有关台湾、香港、澳门的政策和人事变动可能会非常大 也极为引人注目 此前,海外曾有传闻称 中共中央港澳办公室将与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 组建国务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有分析认为,如果未来王岐山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并且屡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 或者是两个小组合并后的副组长 那么今后的台港澳事务或许都将交由王岐山来分管负责 综合上述情况 这次人大和政协一把手分别缺席香港代表团全体会议和港澳政协委员联组会议 使得上述分析的可能性进一步被坐实 而港美爆出的那个超级外交机构 估计会由外事小组主管 而王岐山可能通过执掌这个小组将整个中共外交一把抓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27日 路透社就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称 今年中共两会上 北京当局将对中共外交系统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王毅可能解替杨洁石出任国务委员 并留任外交部长 现任中共国务委员杨洁石则有可能担任分管外交的副总理 或转任人大副委员长 王岐山则将出任国家副主席并负责对美外交事务 消息人士称 王岐山、杨洁石和王毅将是中共三大外交官 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国 而这三人当中 王岐山是最自身的一个 不过 该消息人士同时表示 在中共两会结束前 任何高层人士安排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今年的中共全国人大会期比往年多了五天 外界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这次的人大将对几个重要议案进行审查和表决 日前有执行人士向外媒放风称 人大代表将于3月11日使用电子表决器对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 届时媒体将被禁止进入表决现场 据BBC中文网报道 此次人大会议有十个议程 按中共官方宣布的计划 人大代表将用两天的时间来审查宪法修正案 然后在3月11日表决 报道引述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 人大代表11日对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将用电子表决器 每个代表的座位上都会有一个表决器 届时座位前的桌面上也不会摆放名牌 媒体将被禁止进入会场 据了解中共建政理后 在类似的会议上对一些重要议案进行表决时 曾经长期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 期间甚至还使用过鼓掌表决 外界对这种表决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十分怀疑 这也是中共人大和政协之所以长期被外界 嘲笑为橡皮图章和花瓶的原因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 来对一些议案进行表决 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但舆论认为在公开的场合进行表决时 参与者仍然存在担心选择反对按钮会遭到政治报复的问题 2010年的中共两会期间 官成员等政协委员提议为人民大会堂的投票表决器 加上盖子认为这样在表决时 手指头伸进去点按钮时 别人看不到就行了 本次修宪特别引人关注 主要因为取消对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 议题敏感、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 3月5日 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当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常委会对修宪问题进行了说明 按照中共表面的政策规定 全国人大会议对法律制定与修改有决定权 但长期以来 中共的人大代表 至少80%是各级中共各级官员和高层领导 所以人大实质上代表的 主要是中共权贵和各派利益集团的意志 与中国十几亿的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在习近平亲信刘鹤访美未能缓解美中紧张关系之后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张叶岁3月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共将邀请美国官员进行新一轮贸易对话 并表示不期望发生贸易战 外交官和美国商界消息来源说 美国已经冻结了一个美中商业纠纷正式谈判机制 美中全面经济对话 因为美国对北京没有旅行放松市场限制的承诺感到不满 新闻发布会是在两会召开的前一天举行 橡皮图张人大预计将通过修宪 允许习近平终身执政 让他对经济和政治有更大的控制权 日前川普总统说 美国将对钢铁和铝财进口征收关税 引发亚洲 欧洲等国家威胁报复 但是川普周五自信满满地说 贸易战是好事 美国可以轻松取胜 上周 习近平高级经济顾问刘鹤访问华盛顿 会晤了美国商业领袖以及白宫经济顾问柯恩 财政部长母亲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川普未会晤刘鹤 而且还宣布对钢铁旅财征收关税 似乎在表明自己不会妥协的态度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说 在刘鹤访美过程中 他向一群美国商业领袖透露 他将监督中国金融政策 并将采取步骤改革中国经济 刘鹤说他对川普政府提出三个要求 建立新的经济对话平台 任命一位中国问题负责人 提交一份特别要求清单 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张叶岁说 中共决策者打算将三项旧法律合并 成立一个新法律 旨在促进和保护外国投资 他说中共将建立透明 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 同时扩大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 自从川普2017年执政以来 美中贸易紧张上升 虽然来自中国的钢铁 仅仅占据美国钢铁进口的一小部分 但是他庞大的工业扩张 帮助制造的全球钢铁产能过剩 压低了价格 华盛顿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在美国商界有越来越多的支持 即美国政府应该对抗 中共的掠夺性行业政策 和对外国公司的市场限制 川普长期以来寻求 让美中贸易关系更加平衡 川普政府正在根据301条款 调查中共侵犯知识产权 和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行为 并考虑进行贸易制裁 川普政府说 美国在2001年错误的支持 中共加入世贸 没有能够在入市条款中 迫使北京开放经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3月3日报道说 正在扶罗里达州度假的 美国总统川普 在同共和党金主们的午餐会上 谈到中共修宪一事 他半开玩笑的说 习近平现在是中心主席 终身是国家主席 他了不起 川普补充说 习近平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这很了不起 或许我们今后也可以尝试 据报道 当天午餐会台下气氛活跃 充满幽默和欢声笑语 不少人都认为川普只是开玩笑 川普在大家鼓掌后继续说 习近平是百年来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中国百年来最有权力的人 当我去那里访问时 他带我们极好 去年11月 川普访华三日期间 称赞习近平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对习说 我感觉你是非常热情的 我们很投缘 我认为我们会为中国 为美国做出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 能够和民在一起是非常荣幸的事 非常感谢 川普继续说 我期待着今后很多年我们一直取得成功 保持友谊 不仅解决我们的问题 还要解决全球的问题 包括一些非常危险和涉及安全的问题 我相信今后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甚至全部都可以解决 当时 西方媒体非常惊讶于川普对习近平表现出来的友善与宽容 有观察人士质疑 川普在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方面 甚至可以与李根总统相提并论 但他见共产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后 却没有出现外界预期的针锋相对火花 反而在公开场合上呈现两人的心情相惜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内情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经济专家谢田分析说 我想这可能是川习两个人沟通的结果 也是国际去共产主义的趋势下实现的 一定是在习近平当局在政治结构 政治制度的转型方向有所让步 我想才会出现 去年10月份 川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采访时表示 他给了习近平一些东西 是他从没给过任何国家领导人的 但他没透露到底给了什么 而川普在访华期间提到 相信他与习近平合作甚至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更引发外界联想 至于川普提到习近平现在享受的中世纪 是指新华社于2月25日英文版报道称 中共将在两会上建议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 及删除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 最近有港媒放风称 北京当局将成立一个超级外交机构 同管对外经贸、外交和台港澳桥事务 有分析指王岐山付出后 将统领这个超级外事机构 同时 海外观察人士也注意到 中共两会上一些特殊的记下疑似 暗合了港澳台江合并办公的传闻 香港《星岛日报》3月6日报道称 北京当局将成立一个类似中央外事委员会的超级外事机构 统一领导和协调内交 对外经贸和台港澳桥事务 同一天 多维则发文放风称 中共两会上出现的迹象显示 未来港澳事务或将不再由中共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分管 而王岐山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后恩 这次两会后 有关台湾、香港、澳门的政策和人事变动可能会非常大 也极为引人注目 此前 海外曾有传闻称 中共中央港澳办公室将与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 组建国务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有分析认为 如果未来王岐山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并且屡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 或者是两个小组合并后的副组长 那么今后的台港澳事务或许都将交由王岐山来分管负责 综合上述情况 这次人大和政协一把手分别缺席香港代表团全体会议和港澳政协委员联组会议 使得上述分析的可能性进一步被坐实 而港美爆出的那个超级外交机构 估计会由外事小组主管 而王岐山可能通过执掌这个小组将整个中共外交一把抓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27日路透社就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称 今年中共两会上北京当局将对中共外交系统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王毅可能解替杨洁实出任国务委员 并留任外交部长 现任中共国务委员杨洁实则有可能担任分管外交的副总理或转任人大副委员长 王岐山则将出任国家副主席并负责对美外交事务 消息人士称 王岐山、杨洁篪和王毅将是中共三大外交官 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国 而这三人当中 王岐山后、台港澳事务都将交由王岐山来分管负责 文章援引观察人士表示 在中共两会上 即将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 并未出席3月4日举行的港澳政协委员联组会议 即将主持人大工作的栗战书 也为出席3月6日举行的香港代表团全体会议 这说明未来负责香港、澳门事务的官员人选仍有变数 未来港澳事务或将不再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分管 观察人士并指出 在3月3日的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报告中 有关香港未来工作建议的陈述 罕见把涉台、涉港澳、涉桥的展望部分合并在一起 暗合了稍早前海外传出的有关台港澳办公室 江河并办公的船是最自身的一个 不过 该消息人士同时表示 在中共两会结束前 任何高层人士安排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今年的中共全国人大会期比往年多了5天 外界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这次的人大将对几个重要议案进行审查和表决 日前有执行人士向外媒放风称 人大代表将于3月11日使用电子表决器对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 届时媒体将被禁止进入表决现场 据BBC中文网报道 此次人大会议有10个议程 按中共官方宣布的计划 人大代表将用两天的时间来审查宪法修正案 然后在3月11日表决 报导引述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